那么下面咱就进入到今天 简单来说 咱们今天呢 作为这个Python提告的这个第二天呢 给大家安排的内容呢 主要是来讲解一下 面向对象的一些其他的知识 比如说啊 咱这个多态啊 咱们之前的时候强调过多态是吧 都是我在给大家稍微强调 那么有一个叫做多继承啊 就说这个Python里边 它是支持多继承的 像有一些语言 它是不支持多继承的 像在开发ROS里边 有个叫objective-c 这种语言呢 它是仅仅支持单继承 它多继承是干不掉的啊 那么还有像这个MRO啊 它是所谓的这个多继承里边的 去调用复类的时候一个顺序 那么这个地方 今天咱就彻底的把这个问题给大家解决啊 那么接下来咱就再看一下 这个静态方法和类方法啊 这个到底怎么该理解 那么接下来就再说一下 这个property属性 就是另外一种不一样的属性啊 叫做property属性 那么它用来干什么的 说了就是大家按照知道 而且这个property属性啊 在实际的开发过程当中 应用的比较多 比如说张高里边就用啊 就是后面你要选择那个外部框架 张高里边就用到了property属性 那么还有一些魔法属性 你所知道的 像之前咱们所说的什么叫 这个init啊 对吧 delete啊 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 还有很多啊 这列了一些常用的 给大家说一下 然后呢 这是面向对象 咱们应该是把握着一个什么样的原则 再去设计一下 到时候我都给大家详断强调 最后呢 咱们说一下这个viz 就咱们经常用的这个viz open什么什么什么 s是吧 f 对吧 那这个东西到底意味着什么 其实它呢 是一种特殊的 用来管理咱们将来程序产生异常的一种处理方式 它和文件的上下文呢 有关联 至于什么是上下文 到时候再说 好了 这是咱们今天一个大体安排 首先说第一部分 多几层 咱们在这个前天的时候呢 咱们把python高级提高里边的这一部分 咱们给大家讲解的是什么叫继承多态 是不是说了些这些东西了吧 那么今天呢 咱们要继续讲的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多几层 为什么我单独把这个多几层给大家抽出来 他们要有一点 今天给大家安排这个支点呢 是根据后边在讲解项目的过程当中 大量应用的东西里边 通过发现学生们还在这个地方欠缺的支点呢 是拿过来讲的 听懂我意思了吧 就是说在后边有可能会用到 但是呢你到了后边的时候 哎反而不会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咱们就放在这个地方呢 给大家加强一下啊 那么所谓的这个多几层 我问第一个问题 什么叫多几层 对吧 学过了哈 什么叫多几层 我一个类就叫罗子 继承了驴和马 没错吧 他有驴的这个这个和马的这个特性啊 都有啊 所以这叫罗子嘛 那么多几层的一个特点就在于一个类 它可以有多个负类 这就叫做多几层啊 那么多几层里边的一个难点 首先通常要明白一点 多几层很好用 但是多几层的一个一个难点呢 是哪呢 super 你用不好呢 这个地方就挂了 通常看着 咱们先说这个啊 咱们看这个这个利率 这相当于提高 这个代码呢 这个很简单的 我就不想了 省时间啊 看着 我在这呢定了一个parently apparently这个相当于这个负类 是吧 负类 它里边呢 有一个引力的方法 引力的方法很简单 它就只接受一个属性啊 就接受一个参数 然后呢 整整到它的这个实力属性里边去 叫做另啊 那么后来呢 还有两个类 一个叫做上一 一个叫做上二啊 一个上一叫上二 有两个子类吧 有两个子类 在一个类里边 想要继承去另外一个类的时候 咱们大家应该知道 是不是这个地方 只写负类的名字 是不是就可以了吧 对 你写一个字就单继承 先两个字也做一场 那么此时刻呢 parent里边有两个儿的 也就是说上一上二 它们都是继承的parent这个类 我在子类里边 如果重新写了个 和负类的方法 名相同的方法 那么这就叫做 重写负类的方法 没错吧 重写 所谓的这个重载 这个不要在python里边 大量去重载 因为重载 它呢 在像这个c++ 整容语言里边 能够大量拥有 什么叫重载 我简单说 如果我定义了两个相同的 函数名的方法 比方说都叫set 什么什么什么 都叫set 什么什么都叫 那么根据你设置的类型不一样 你的顺序不一样 那么将来调用的方法不一样 其实设计叫做多态 但咱python里边是没有的 我打个比方 这个地方我简单一说 咱就不再强调了 咱们python里边 经常所说的东西呢 叫做什么呢 重写 而不叫做 把这一般变大点 不叫做重载 有这个重载这个岁月 它重写是两码式 什么叫重写的 重新覆盖 重新覆盖 子类里边有个引力的方法 负类里边有一个 那么将来我通过上衣 创建出来实际对象 那么调用它的引力的方法来说 调到谁真的 子类的 一定是子类的 这就叫做重写覆盖 你觉得人家覆盖就行了 那什么东西叫做重载呢 我简单说 如果 如果我的一个类里边 假如说这个 我假如说这个上衣里边 有一个方法叫做地方 比方说叫做set info 那么我这里边呢 可以写上一个什么呢 比方说可以写上一个number 写上一个number 那么也就意味着 让别人知道将来是不是在 哥们是不是要试试 什么数字的东西了吧 你不用管这里边怎么写 反正将来这个要试试数字的 那么还有一个方法呢 它叫什么呢 它叫defset info 然后呢 str 那么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完完全全是两个相同的方法 名在一个类里 没错吧 按照Python的逻辑来讲的话 后面那个定义的 会覆盖前面那个定义的 是这个道理吧 因为咱在Python里边说过一个特点 所有的方法名 都是什么 所有的函数名都是什么 我原来我跟你说过吧 函数名 我没说函数 我只说函数名是什么 函数名 其实就是一个变量名 我再说一遍 函数名 其实就是一个变量名 大家是不是还有印象 我举例的啊 from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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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import 行 from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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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import 行 我接下来 假如说在 XXXA和XXXB里边 都有一个东西叫做 太子弹数 我的问题是 我此时此刻 掉太子弹数 掉了谁 你要跟到我的节奏 我掉了谁啊 B的 为什么 覆盖 没错 那么有时候 同学们要记住一点 如果你在这个 XXXA里边 有个太子弹数 在XX的B里边 也有个 先掉的谁 没问题 比方说你这句话的时候 在这句话生效的时候 此时的 第一次的掉的太子弹 这个时候是掉的谁的 太子弹 A的 但如果我记下来 又来了个 FROMXXX的B Import 新花 又掉了太子弹 那可是掉的谁的呢 B的 因为在一个模块里边 不允许出现 相同的变量名 因此导致的 虽然你在A里边 B里边都有两个 这个名字相同的太子 但是最终呢 只要你这句话 一直行 后边的这个Test 是不是会覆盖前面那个 它不是说函数覆盖 而是说 当你再去执行完了 这句话的时候 就是执行完了 这句话的时候 哪一句啊 这句话的时候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你在你当前 有个变量名叫做Test 有个变量名叫做Test 这个Test指向了一个函数而已 这么说理解了吧 你随着你的代码 接下来又做了一件事情 是这个 那么又意味着什么呢 不指向这个 让它指向一个重新的函数 因此导致了你 接下来再去掉Test的时候 它会掉的是最后一次的导入了 而不是第一次的导入 这么说能理解吗 你说表达的一个意思是 所有的函数名以及方法名 通通通都是变量名 指向了一个函数而已 能理解我意思吗 这里要切记 那么再回来 我刚想要给大家说的这个重载上来 什么叫重载 重载按照C++的方式 就是一个类里边有多个相同的函数名 根据你将来调用的类型不一样 它调用的方法不一样 就个例子 如果这两个类是在这个 如果这两个函数是在这个例里边 那么将来你通过上 注意看了 你通过上一创一个对象 比如说S1等于 S1等于上 上一 那么请问我接下来 S1.setInfo 下游戏Info 我会调哪个方法呢 他们要注意调 如果要是C++ 假如说你把它想成C++语言 那么C++语言有个特点什么 它属于这个静态类型的这种语言 那么你说 你在定义这个形态的时候 前边必须写上一个int 表示它的类型 你定义这个形态的时候 前面也得必须写上一个什么类型 比方说叫这个刹新 那么它是一个字符细类型的 指针 将来你再去调setInfo 如果你传了个100 那么它会调哪个方法呢 你传的是数字 它就调自动的上面那个方法 你如果要是传的是一个字符串呢 它就会自动调下面一个方法 这么说理解了吧 什么东西叫做充塞 就是方法名相同 根据形参的个数不相同 根据形参的类型不相同 最终确定了 你调的方法名是一个 但是我的十三不一样的时候 调的方法就具体就不一样 这就叫做充塞 听懂了吧 咱们的python里边会有充塞吗 为什么不会有 因为我刚刚跟你说了 python里边它就不允许出现 同时相同的多个函数名 没错吧 核心原因是什么呢 核心原因是当你去定义一个方法的时候 实际上你现在有了个变量名 叫setInfo 这个setInfo变量指向了这个函数 没错吧 你接下来又定义了一个函数叫做setInfo 那么岂不是意味着 我一看setInfo这个变量有 是不是setInfo不指向原来那个函数了 是不是指向一个新函数啊 因此导致了 python里边这个充塞几乎是相当弱的 几乎就没有 但是特殊的地方呢 多多少少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 但是你可以认为这个地方就没有 这么说理解了吧 其实哪个地方有应用到的重感 其实有一个地方 我通常我给大家觉得 数字100加200 300 没错 自伏串123 自伏串ABC吧 加上自伏串CDF 核心了是什么 是不是自伏串相加 你看很明确 如果我两个数字相加 接下来的结果它就是300 100加200就是300 但是我有两个字不出 ABC加上DF 那么最终结果就是ABCDF 没错吧 那么因此在这个地方 这个加法运算符里边 实际上其实就是用到了重感 现在能理解我意思了吗 船的类型不一样 原来他干的事情不一样 对吧 这就叫做重感 那么咱python里边这个重感 几乎是很弱的 你看不出来 很弱很弱了 因为咱们说了核心点 是不是他不允许出现 多个相同的韩数名 都会出现问题的 那么这个地方 大家也没发现一个特点 我刚刚给大家说的这个 是不是就叫重写 而不叫做重摆 所谓的重写 是不是子类里边有个方法 和复理这个方法 没相同 是不是相当于覆盖 这就是重写 一定要区分出这个概念了 OK 重写就基本上就是这些东西 我这个地方 简单来说 把这个写上S1.set 然后100的时候 它是不一样的 那么咱们就来继续 我刚刚给大家说了一下 这个重写 刚刚咱们说了一下 那么还是回到咱们刚刚所说的 这个多继承上来 上一 它为了扩充 继承的parent 在引力的方法的功能 它这个地方就写代码 没法不通吧 只要你子类里边有一个 那负累的就被你覆盖了 那么原本这一时 我出另外一个问题 如果子类里边这个引力的方法 它做的事情 还是一部分是我需要的 那么你怎么做 也就是说 它做的这个事情 是你要做的事情当中的一部分 而不是全部 请问你是不是就应该重写 你重新写一份这个类吧 重新写一份这个类的时候 你是否会把 这里边你用到的代码 附这一份粘贴过来呢 不要粘 咱们原来说过什么 是不是重复使用负累的 这个被重写的方法 是不是可以了吧 那我要问你了 调用被覆盖的 被重写的复理方法 有几种方式呢 哪三种呢 类名 复类名 还有 这个哪一种方式 还有一种叫做 写上书本 里边啥也不写的 写上书本 写上复类名的 这个地方在想serve了 请问可以吧 是不是一种就这三种 那么在这个地方 同学们 我想要给你表达的意思是 我此时写的是负累 你继承的哪个类 我就写负累是什么 但是这种调用方式的时候呢 切记同学们 咱们是不是要把serve 当作第一个试探传递啊 那么这种方式才行 对吧 好了 简单来说 有一个负累 有一个子累 没问题 那么我接下来呢 又有了一个子累二 子累二呢 它也是继承parent 那么同学们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看一看这个 你的方法 它里边做了一件什么事情 首先打了一句话 接下来serve的 真的等于真的 就是性别等于 是吧 负责这个性别 那么同学们 这个parent的 init 意味着什么 我不用从 我不用把这个负责过来 拿过来 我粘贴了 我直接去调用 我负累里边的这个方法 请问 是不是就是 此时这句话的意思了吧 也就是说 你写上负累的这个名字 写上init的方法 把serve传了去 当作第一个试探 是不是这个方法 是不是自动的被调用啊 调用完之后的self点 内部的结果 是否就会让咱们 用上二创建出来对象 里边自动的 会有个叫内部属性啊 就是这个道理 就是这个道理 到现在一个没有问题吧 到现在咱们 这个类继承了他 这个类也继承了他 现在是一点问题没有了 那么我要问你了 又来了一个类 grande son 又来了个分的 这么一个类 是吧 那么这个类呢 它继承了上一和上二 假如说继承上一和上二 是吧 按理说是不允许这种情况的 按理说是不允许的 但是呢 同学们在实际开发的时候 确实是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经常会出现 那么在现实当中 不可能出现 对吧 不可能是有两个 你爸爸和这个叔叔 不可能的 是吧 那么那么看着 这个 这个类呢 它继承了上一和上二 那么将来 我这里边也有了一个 引力的方法 那么将来 我通过grande son 这个类我去创建一个对象的时候 请问我是调用这个方法 还是调用这个 还是调用上一 还是调用parent的 一共有四个引力的方法 我会调哪个呢 想一下 我会调哪个 一个负类 两个子类 有一个分的类 来咱们画下这个图 它继承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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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这个过程吧 我的问题是 在这四个方法里边 这里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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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四个类里边 都有一个引力的方法 如果我要是通过这个类 创建一个实力对象 那么将来这个引力的方法 一定会被调用 没错 我是调它的引力者 还是它的 它的 它的 会调谁的 grande son 没错 他们切记一个原则 你不管这个类的继承方式 是怎么继承 将来你通过这个类 去创建实力对象的时候 一定是调用 它里边的引力的方法 听清楚了吧 你能唯一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 它的引力的方法里边 向方设法去调他们 那类为啥了 好的 那我看这 当我通过grande son 这个类 去创建一个 实力对象的时候 那么 这个引力的方法 就会被调用 引力的方法 会被调用的过程当中呢 我给它传了三个参数 名字 年龄 性别 name age 真的就会接受在三个 这个三个实战 那么接下来的 grande son 点 grande son 的引力的 开始被调用 请问 可以吧 这句话就被打印 那么接下来的上1点 上2点 请问啥意思 上1点 引力的什么意思呢 从这 说跑到它的这个 上1这个 这个复理里边去 要调用了吧 说的更直白一点 是不是跑到它里边 类去之下 那么 来咱们看一下 到它的类里边 去执行的时候 它这里边又执行了 一件事情 self.age 等于age 请问 看着 parent enit 多了这么一句话 这意味着啥呢 是不是接下来 它又调用 这个类了吧 好了 我把这个图 把这个代码 放在稍微小点 咱们整体来去看这个图 这有一个负类 这有一个子类 子类 还有一个分子类 它们之间的继承关系呢 它继承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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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里边有init 每一个类里边都有init 每一个类里边都有init 那么当我接下来 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当我接下来一创建这个实力对象 你是用哪一个类创的 哪一个类里边init就会掉 这个会不会掉了 这个在调用的过程里边 它又调了上一 是不是上一是这个了吧 就相当于 它接下来又调用上一 上一这个类 当它去调用上一的时候 请问是不是到它里边 去执行这个init的方法 好了 init发布开始执行 执行执行执行 大家看这个地方会导致什么 parent 你的负类是谁啊 parent OK怎么的 会调用它 没错吧 也就是说 此时的parent这个类 的里边init的方法 其实已经开始被调用了 当它的init的方法 被调用结束之后 请问它调用完了之后 谁调的它 是不是在回到神里去啊 我调的你 你执行完了 不就回来吗 所以说呢 又回到了咱们这个地方来 是不是相当于这句话 执行完了 这句话执行完了 对答应这句话 没问题 请问这句话也执行完了 是不是就导致了 你这个init的方法 这个init的方法 是不是执行完了 这个init的方法执行完了 谁调的你 是不是回到神里去啊 我调的你 是不是接下来 你执行完了 是不是再回来了吧 说的直白一点 是不是相当于 这句话执行完了呀 这句话执行完了 是不是执行这句话 请问这句话意味着啥呀 这句话是不是 意味着丢为这本了吧 那么又说 此时的上二里边的init 是不是就开始被执行 上二里边的init 开始被执行的时候 多了一句话 不关心 来看这 parent的init 这有意思是什么 怎么样 意味着什么 又要用这个 看清楚了 是不是有点小问题 我继承了你 继承了你 没错 我给你传的是 让你用的坛数 我给你传的是 让你用的坛数 但是我没想到 你又继承了他 你给他传坛数 咱们也可以理解 对吧 我给我父亲一点吃的 但是我父亲看到 我爷爷也挺饿了 我父亲给我爷爷点吃的 也是没什么问题的 现实就是个道理 但是我没想到 我给他的时候 他依然给他传了 是个道理吧 他们切记一个原则 如果要是多继承 你是选择负类的名字 到最后的一个直接体现 你的最顶层的那个类 会怎么着呢 被掉了init 你继承了几个这样的类 并且这些类都是继承的parent的话 那么请问是否又呢 你继承了这个 他执行一次 你又继承了这个 请问是否他又执行一次了 你继承几个这样的叔叔 或者这样的父亲类 那么将来就导致的你这个爷爷 就会被掉了几次 那看清楚了吗 我要问一个问题 你觉得咱们这个负类的负类 就是parent类 最终应该最好执行几次呢 最好是执行一次了 那么你说 写负类的方法相当简单 但是问题就在于 如果整不好最后的结论 就让你的这个方法 是不是会被掉了几次 你这不就是闲得没事干了 掉了几次吗 这就是你写负类的名字导致的问题 有很多种情况 这么写是不对的呀 打个比方 打个比方 我接下来写了一个类 用来网络通信 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只要是网络通信 是不是一定百分之百 现在创建套件字 我创建套件字的那个 socket的那些语句话 我可以放在一定的方法里边 没问题吧 又因为你这个类 要用socket的 你这个类要用socket的 你这个类要用socket的 那么干脆 我就把socket创建的那个方式 我放到复利里边去 可不可以呀 可以 那么大家再看 当我的这个类继承他 我的这个类继承他 他们两个继承他的时候 你不是说了 当我创建这个对象的时候 他又创建一个套件字 是否意味着 我要定用他的 他又定用他 创建了套件字 一个了 当我再去继承他的时候 我又又掉他的时候 你没发现这个套件字 是不是又被创建的 无形当中 两个套件字就被创了 我为了打电话 我有一个套件字就可以了 但是我现在 是不是创建了两次了吧 如果你说的再严格一点 你还有一个类 还有一个类 这几个类 他也继承得有这个的话 那么大家也没发现一个特点 我也继承得他 我也继承他 你没发现一个特点 我只一创建这个对象 这个位置四个套件字 是不是就被自动创建了吧 浪费资源 一个套件字 是一个非常大的个资源 在你的一个进程里边 那天我给大家推荐了 有一个叫C4K的文章 看过了吧 看过了你就知道一个东西 一个文件里边 默认打开多少个文件 一个进程里边 默认打开多少个 那不用看 一定是没看 看过那篇文章的话 你就知道一个进程里边 默认打开的文件 是有上限的 1024个 回去看看 那我说了东西都不看到 我给你什么 回去看看 简单来说 同学们 一个进程里边 默认情况下 打开的文件的个数 就是你open 你不调用close的前列下 你open能打开多少个呢 1024个 多了就不行 两种方案来解决 第一个 修改这个系统的内核的一些东西 第二个 通过特殊方式 不创建文件 原来我说过一句话 一个套件字 是不是对应底层 是不是一个文件描述符FD 你的FD就是文件描述符 文件描述符的个数 是一般要24个 你打开1万个文件 打不开 你明白了 打开1万个文件 打不开 你这个地方 如果要是有一千个类 我光去继承这一千个类 请问对中 什么导致的创建的 套件字一千个呀 文件描述符 一千个就用光了 你啥还没干 一千个没了 那这不在扯的吗 是吧 同学们 我想给大家表达了一个意思是 如果你的子类 继承的过程当中 如果调用了复类的方法 它可以按照复类的名字 去调用它 但是这种方式 有个缺点 也有好处 有坏处 好处 简洁 明了 我调的是谁 没问题 但是坏处是 如果要是他们接下来 还有一个派生出来的类的话 那么请问将来 这个类带去调用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 这个爷爷类被导致了 会调用多次啊 这是一个问题 这就是问题 那么优缺点 最终一点进行衡量 对吧 我是买这个东西 还是不买呢 一个衡量 我买了会怎么了 我不买又会怎么了 你最终一定是衡量之后 你买也不买 你就决定了 我买这个电脑呢 我得花钱 但没那么多钱 对吧 买了有可能我就吃土了 可能是这种情况 我不买了 我是吃肉的嘛 对吧 第二种 我要是不买了 我感觉我心里不爽 我就会很愉美 对吧 有可能我就心情不高兴 心情不高兴了 说不定 有可能我就把 其他电脑给砸了 也说不定 所以说最终的一个衡量 你买又不买 就是一个决定 对吧 在优缺点的 这种对比情况下 到底是哪一个大 哪一个更有影响 是不是将来 你就要进行衡量了吧 在此时的衡量的结果是 它的缺点 大于它的优点 那么最终的结论 调用复类的方法的时候 这个资源会被重复 利用的这个资源 就会被浪费了 那么同学们 这个地方 咱们就觉得 是不是不太应该 用这种方式了吧 好了 用复类的名字 去调用复类的时候 这方法的时候 这种方式呢 这个例大于B 除了这种方式之外 咱们还可以怎么用呢 这个地方有个结果 同学们 这个地方我给大家说 你看parent被执行了一次 说parent又被执行了一次 上调用的parent 上二调用的parent 两次 调了两次 那么第二种解决方案 就是什么呢 把复类名 改成super 原来咱们学过super了 是吧 请问super到底有什么核心点吗 到底有什么核心点 同学们一个特点 在super里边 不要简单的认为 它是调的复类 不要简单的认为 它是调的复类 来同学们 我现在给你说一个这个答案 咱们看一张 先看这个程序 我在这创建一个对象 这个会一定导致 引力的方法会被调用 引力的方法被调用过什么 里边 它写了一个叫super 扩起来的引力的方法 这个时候就不在这个位置写self了 super的时候 这个地方就不需要sself了 能立我意思了吧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 接下来我会调查 按照咱们原来理解是 你先写谁 是不是调查核 你按照语按照的默认理解就是 先写哪一个复类 先调哪个复类 好了 这句话会导致什么呢 这个会被调用 但是你的上二就不会被调用 你写一次就会调一次 你写一次就会调一次 来同学们看这 我从这 是不是就到了这里边去了吧 那么这个方法就会被调用 那么同学们看这 我去调这句话的时候 你让我去找你的复类的方法 没问题 那我就是吧 跑到了我的复类里边来 我去调他 但是我的复类里边 是不是也有个super 那我的问题来了 此时的super会调用谁呢 会调用他 没错吧 不对 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东西 如果要是的话 那就不用讲了 因为他不是 而且他很复杂 在这个地方注意看 在哪呢 这个地方有个东西 我写了一个grandson 注意了是类名 类名点下核线下核线 MRO下核线下核线 那天的时候我给大家说过了 是不是有个有个属性 叫做下核线下核线DICT啊 是不是他里边的属性 是不是都可能看得见 这个类里边的默认属性 这个是什么呢 有一个圆组 这个圆组就是用这个变量名来标记 那么最终的结论就是 你打印的这句话是一个圆组 圆组里边有好几个值 这些值的先后顺序 决定了你将来调用负类的相互追选 注意听啊 你不忘记这个地方是听不懂的 super是什么意思 你调super的时候 他会自动判断 他调用哪个负类 你调一次 他只调一个负类 注意听 你这句话不会导致上一和上二都会被调的 那他会调用谁呢 朋友们打印出这个结果是谁 将来你调的谁 就很确定了 朋友们看着 我把这个代码啊 我复制一份 我把这个代码我复制一份 来你看着啊 我为了粘贴代码好粘贴 我就放到我的Mac里边 我给大家演示啊 来看着 右肌 粘贴 是不是当前这个哥们说圈来了吧 以后再验证一个知识点的时候 把科技人员的代码复制过去 验证的时候直接粘贴 想要自己想 那么同途都不想 来怎么看着啊 打印了一个东西 这句话是哪呢 这个这句话打的 听懂什么意思了吧 这句话看不看都无所谓 这句话看不看都无所谓 看哪一句呢 看接下来这句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个圆祖啊 这个圆祖就是这句话打印的 这个圆祖就是这句话打印的 它打的是什么呢 man里边的great son man里边的上一 man里边的上二 man里边的parent 最后 你没发现来了个叫object啊 它意味着啥意思呢 传媒注意听 当我接下来调用super去创建 去调用复类的某个方法的时候 那么这个super会翻译成 调用哪一个复类呢 就看你当前的这个分子类里边的 mro的结果是谁 mro它有个元素 元素里边这个元素的先呼顺序 表达了你去调用super的时候 调用哪个复类 注意看 我想表达的意思啊 我在这个里边 你没发现 我是不是调用super啊 那么此时 它会去调用谁呢 调用grandson的下一个 上一 当我在上一里边 再去调用super的时候 大家到这个元素里边去找 请看当前这个类是谁 就是谁 哪一个类里边调的super 上一 到这个元素里边找上一 找到了吗 那么上一的下一个元素是谁 就调谁 大家注意看 这是谁 上二 因此 我调用super跑到你这边来 你调用super实际上是跑到这边来 听到我意思了吗 它并不会到这了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你这个MRO的问题 导致的 好了 嘴听 我向表达意思啊 你要听核心 我不想有这个黄杠啊 你要听核心 在你的一个类里边 它一定有个属性 叫做MRO 这样一个属性 这个属性 它的值不是你确定的 是Pathom解释器里边 有一个自己的算法 叫做C3算法 这个C3算法 就简而言之 想要真正的去搞算法的人 就可以去研究 咱们没有任何必要去研究这个东西 这边来讲 相当枯燥 搞算法的人相当枯燥 那么这个C3算法呢 它是在这个很久很久之前 被发明出来一个算法 用来是干什么的呢 用来做一件事情 来重新规划 根据特殊的计算方式 来得出一个将来 我去调用 通过super调用复类的时候 我调用了一个顺序 听懂我意思了吧 C3算法是Pathom解释器里边 默认的一个算法 这个算法导致了 你去通过这个类去调用super的时候 我到底到哪个复类里面去调用 它决定了 那么它最后结论出来的一个体现 保存到了mro里面去 听懂我意思了吧 也就是说你通过这个属性 下滑线下滑线mro这个属性 因为这个颜色不太一样 下滑线下滑线mro这个属性 你通过这个属性看见的这个圆组的结果 是谁的计算结果 C3算法的计算结果 听懂我意思了吧 C3算法它怎么算的 咱不关心 咱只关心他们计算的结果就行了 他们计算的结果通过来 切记 我原来搞Pathom的时候 搞了大半年 我还真的不知道这个super 但后来呢猛然间 我研究透露 我就真正知道了 我告诉你 看着啊 C3算法的最终体现 咱们通过类名 点下滑线下滑线mro 咱们能得到 这里边这个圆组的先后顺序 是大有这个敲门的 当 在一个类里边调用super的时候 所以天王核心点 我要说了 当在一个类里边调用super的时候 我到底是调用哪一个负类 不是你简简单单看上去的 那么简单 是调用谁的呢 拿着当前类的名字 grandson 到这个圆组里边去匹配 请问我拿到grandson 第一个是grandson吗 是 匹配成功 那么接下来 你的super就是调到 grandson的下一个类里边的方法 因此你的上一的方法就会被调了 当我的上一这个类里的 这个super方法被调用的时候呢 请问我此时会调谁啊 怎么理解了 我刚刚说的一句话是怎么做呢 当前类的名字是谁 拿到类的名字到这里边去找 是你吗 不是 是你吗 是 好了 你的下一个是谁啊 32 因此你的这句话 会导致从这个位置 直接跳到上二里面去指向 这么做能理解了吧 跳到上二里面去指向 那么上二里边又有个super 我的问题是 此时调谁啊 拿到上二里去找 是你吗 不是 是你吗 不是 是你吗 是 终于找到了 你后边是谁啊 parent 那怎么着 这句话怎么着 导致了parent 请问怎么着 是不是就关系指向了吧 这句话才导致了parent关系指向 来 同学们 我问个问题啊 parent里边 如果干脆再写个super 会丢谁 拿着parent到这里边走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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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他的下一个是不是object的啊 同学们 你们发现object的写的最后的一个目的 是不是在于此啊 听通 听通我的意思了吧 super实际上是这么一个过程 这你一定要切记了 来 我要问一个问题 我默认写super 是不是根据当前例 去调用这里边的下一个例里边的这个方法吧 写副类的名字 是指定调谁 这是百分之百的 同学们 这个时候有感觉啊 咱们原来 还有人说 东哥还不如写原来复利名了 复利名很明确 但是现在我不明确 是吗 是 你写复利名很明确 我调用parent 他百分之百是parent 但是我现在写上super 不见得是我的复利了吧 切记现在就不见得是了 第一种方式写parent 简单明了 现在你有感觉了吧 写super是不是更复杂呀 那么 大家是否应该有印象 调用复利的 被重写的方法有三种 还有一种 对吧 这一种 还有印象吗 有印象啊 来看这 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了 我写上grandson 当做第一个参数 第二个是不是写self 接下来是不是该怎么传 是不是还要怎么传呀 你不写也行 写上也行 那他们俩有什么区别呢 你不写的时候 默认拿着你自己的内铃 到这里边来找 你写上了 就拿着你写的这个内铃 到这里边来找 听到我意思了吗 因此你这两句一模一样 同学们我要问一个问题 我不写固然的上 我写上 二 那么会怎么样呢 直接拿着上二这个内铃 到这里边找 是你吗 不是 是你吗 不是 是你吗 是 你下一个是谁 Parent 因此你这句话会导致什么 Parent直接被调 而不是调用你的这两个哥们 听懂我意思了吗 所以说呢 你通过Super呢 还是可以做到很高端的功能 是不是可以直接跳过很多个层去 是不是直接想调下一个 是不是也能调呀 其实Super的功能呢 更 这个更高大上 对吧 你想怎么调就怎么调 同学们 现在大条能知道 咱们去调用复类比重学的方式 这三种方式的区别了吧 怎么接下 哪些区别 直接写复类的名字 那 是吧 不能再简单了 你写谁就调谁 没错 唯独的将来有困惑的地方 我们欠记了 Super一定要知道 是不是不太一样呀 我要问你这个问题的话 面试的时候 要是问你这个问题 你怎么解 首先你要说 在Python3里边 当有多计程的时候 往往会出现那种 我调用复类的时候 调用Super 反正调用不了复类 为什么呢 因为 Python3里边默认的这种 有一种来处理多级程的 一个调用的相互顺序 叫C3算法 C3算法呢 它是一套将来去确定 保证每一个类 只调一次的算法 只调一次 那么这个算法 最终的一个体现 就是当你写上复类 当你写上 最底下的那个类的名字 然后点MRO的时候 那么你能够看到 这个C3算法的最终的结论 你看到这个结论呢 它是个元祖 这个元祖里边 它会有很多个类的名字 在里边放的 类的名字的相互顺序 决定了将来 我去调用Super 的相互顺序 那么核心点就是 如果要是用的 Super括号 里边啥也不写 当前的类名是谁 拿到当前的类名 到里边去找 找到了它之后 它的下一个是谁 就去调用 它的下一个 类里边的方法 这么说理解了 如果我要是用了 这种方式 请问同学们 最核心是想表达 什么意思 你既然这个方式 和这个方式一样 那我为什么闲得 对吧 闲得没事干了吗 我还闲得干什么 请问这种方式 和这个不太一样的区别 就在于 这个默认会拿到 当前类的名字去找 而这个 是不是你可以指定一个 将来你继承的 负类里边的名字 是不是放在这去找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三种方式 是不一样的 最简单的 写负类名字 稍微复杂的 是不是将来用Super Super里边简单了 直接写这个 但是如果 你写的更复杂的话 是不是写上 你继承的 人家负类的名字 是不是将来 调用的时候 是不是有区别了吧 它是不一样的 最大的一个区别 使用方式 先这个 难以程度不一样 将来随意性也不一样 使用这些Super 必须调它的下一样 但是写这个 是不是我可以 随意调用哪一个了吧 还有一个大区别 你写Parent 会怎么着 你写负类的名字 请问是不是 对于咱们这个Parent 它会被调用两次 但是如果 我要是这么继承 最终会怎么着 只调用一次 没错 而且我原来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 我是写了两个负类的 名字 你看一下 我在这 为了让上一和上二比之前 我写了负类的名字 上一 写了负类的名字 上二 是不是这两个负类的名字 我都写上了 但是在这种方法里边 请问什么 我写一次Super 和想两次Super 有区别吗 没区别 都是根据你那个 MRO最后的结论 是不是去调用 它的下一个 类里边的方法了 所以是同学 这种方式 你不管怎么调用Super 反正最终能保证 你的爷爷类 只被执行一次 但是 这种方式 你就整不好 是不是这哥们 是不是就被执行了很多次 很大的区别 好了 开始给大家三分钟 理解 好 好 好